吴宁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9月份的祈祷早餐会 11号在县政府的大礼堂举行 那么是由花莲的博爱进行会 张牧全牧师带来信息分享 而现场徐政卫与各局处的首长同仁 以及各会区的牧师伙伴们 以时刻在美分享回馈 祝福共同来祝导 现场徐政卫表示举办祈祷早餐会 已经六年了 感谢这六年间来到县府 为花莲祈福的牧师和传道们 每次的聚会让大家心中充满温暖力量 彼此相互扶持 让信仰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 安定每个小的个体 但是有什么比信仰和力量和自我的坚毅 会被祈祷 想这就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每次要有祈祷祈祷参会 就是让我们的信仰和坚毅的精神 能够支撑我们的肉体 肉体车子的重就散了 房子一压就倒就散了 但是神的意念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我们的证明 然而如何把这些意念 能够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刚才在祈祷里面 哇 耶稣基督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全能 还要关照到所有的事能工商 关照到所有的 首次参加祈祷早餐会的观众出场 于心表示 花莲是充满能量的城市 拥抱神使我们更加的坚定 而到花莲福更是神的应许 如同在牧师分享信息的时候所提到的 像花莲所怀念的意志 是持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或的意念 相信花莲在现场取终的带领之下 有我们们的正向的积极的力量 度过每个挑战 记得就位华莲老